1923年5月6日,途经山东临城的一列火车遭遇土匪伏击,包括几十名外国人在内的上百名乘客被劫持为人质。 令人惊讶的是,制造这起惊天大案的土匪头子竟然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,这个年轻人就是孙美瑶。 他抢劫财物之外,又为何劫持大批人质?孙美瑶上山为匪之后,他为什么不安心做个山带王,却要冒险劫持火车?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揭秘临城劫车案第二集,官匪博弈。 发生在山东临城的火车大结案一出震惊中外,上百名中外旅客被劫持,生死未博。 这让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北洋政府十分头疼。 可是头疼的不光是北洋政府,实施这次劫持事件的土匪头子孙美瑶也很忧虑。 因为枪打出头鸟,孙美瑶上山做土匪,本来就与政府水火不容,他竟然又劫持火车绑架外国人,捅出这么大的篓子,简直就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。 按理说,孙美瑶原本也读过书是个聪明人,他不应该自找麻烦干出这么一桩难以收场的大案。 那么孙美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原因是什么呢? 要弄清这个问题,还要从他上山做土匪之后的遭遇说起。 今天,我接着给大家讲凌晨大结案。 有了武器以后,孙美瑶,孙美珠为了扬名立案,必须干出点事来。 首先,他们把洋庄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,就是包围暴都固南边的一个重要据点,叫洋庄。 首先派人混进洋庄。 洋庄这个地方有很多名团,有一个大地主叫马世玉,家里养了一大群家丁和名团。 正好挡在这个暴都固,往南去的这个路上。 所以这个孙美瑶,孙美珠没有办法,他要发展,就必须把这个据点拔掉。 因此呢,就派人混进了洋庄。 事情也巧了,这个马世玉啊,他家老太爷去世了。 这个时候呢,各地的这些人呢,前往吊丧。 孙美珠的人马,就混在吊丧的人群当中,混进了洋庄。 趁机呢,把人家的林棚给他点了。 这个时候呢,大家都在忙着,就火的这个当中,孙美珠带人就把民团团部给他端了。 马世玉这帮人呢,也吓跑了。 这个仗打得比较漂亮。 所以这个孙美瑶,孙美珠啊,这个脑子就膨胀起来了。 他认为他自己是无所不能的。 为了在山东立住脚,孙美珠啊,下了一个大的决心。 就是要打山东第六旅。 结果呢,打胜没打胜呢,还真让他打胜了。 土匪嘛,因为神枪手比较多。 他为什么呢? 因为当时子弹非常贵,他不能随便打枪。 所以他就要练瞄准。 到什么程度呢? 据说他这个孙美瑶队伍当中有一个人呢,就是一块银员从口袋里掏出来,往天上一扔。 这边大枪一瞬,啪一枪。 就能把那个银员的当中啊,打了一个窟窿。 就这么练出来的。 所以这个孙美瑶,孙美珠啊,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。 所以呢,他去挑战北洋军。 在这种情况下呢,官军自然要应战了。 没想到,在这个双方作战的当中呢,孙美珠让他这些神枪手就爬到树上,爬到山上,专门呢,打这个官军的重机关枪手。 结果呢,双方一交战,这个官军呢,首先机关枪开了,对方一枪,打死一个。 打死一个,再补充上来一个吧,又被打死一个。 接连了几枪,打死了几个重机关枪手。 最后呢,官军就没人敢去开那个重机关枪。 在这种情况下,土匪呐喊着前进,一拥而上,把北洋官军呢,居然给他打跑了。 孙美珠,孙美瑶带人打败了北洋军。 气焰嚣张了。 但是山东都军田中玉,当然不愿意了。 剿匪的力度,一次比一次大。 一来二去,双方就结下梁子了。 这个愁气啊,就是这么打出来的。 但是呢,田中玉也感到,要想消灭这股土匪,是不容易的。 双方呢,形成了一种僵持的局面。 僵持的局面,如何打破呢? 在1922年的7月15号,孙美珠,孙美瑶调集了人马,决定呢,对袭击据点突然袭击。 这个袭击这个地方啊,正好堵住这个暴毒库啊,往北方去的这条路上。 它的北门外,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打卖的一个卖场。 当时呢,堆放了很多卖垛子,以特别呢,便于隐蔽。 在北门内不远的一个地方呢,有一个铁匠铺。 这根据这些侦察到的情况呢,就做了五如下的安排。 因为西级这个地方呢,虽然有着一个链,这个链部在什么地方呢? 在这个西级的南面这个地方。 他想呢,如果直接往南面打,可能打不进来。 那怎么办呢? 先派一队人马从北面能够偷袭进来。 就是说如果南面一进攻,把这个官兵的这个注意力啊,吸引到南面以后。 北边呢,突然袭击,里外夹击啊,就能把这个据点呢,顺利地拿下来。 于是呢,在夜里边,这股土匪呢,就赶到了西级的附近。 按照预定的这个计划,他派了三个土匪,在北边啊,从城墙就爬了进去。 他要派一个人到铁匠铺里,找一把大锤子。 到了北门呢,当时北门是上了大锁的。 用了个锤子把这个大锁砸开。 但是呢,这三个人刚刚爬进这个债墙的时候啊,突然呢,被一个哨兵发现了。 寂静的夜晚呢,枪声一响。 这个时候啊,四个在门,纷纷呢,这些哨兵都警觉起来了。 负责取铁锤的这个土匪,就到了铁匠铺。 拿了大锤以后啊,就跑到北门,三锤两下。 就把锁给他砸开了。 趁北门呢,尚无人的机会。 孙美珠亲自带了二多个人,冲进了载门,拼命地向南边跑去。 想包围官军那个连部。 接着呢,城外的这些土匪啊,也把麦舵给他点着了。 火光呢,冲天。 因为是举火为号嘛,南边的土匪啊,看见北渊啊,火起了以后啊,就开始呢,准备进攻了。 孙美珠呢,他就没想到,这个据点呢,虽然是一个连长在这把守的,但是这个连长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。 为什么呢? 他因为呢,他知道他自己的兵力啊,不够。 可能呢,如果面对土匪的这个袭击啊,他的人马呀,拉不开,怎么办呢? 他就事先在这个北门,通往北门这条街道上啊,找了一家商铺。 在这个商铺的这个墙上,就是临着大街的这个墙上啊,修了一些这个枪眼儿,但是呢,外边是用泥给它呼上的,看不出来。 连那个商铺的老板就不知道,他挖这些眼儿是干嘛用的。 实际上呢,枪眼的作用啊,就是为了封锁北门这个街道的。 枪一响,有一个班长带了四个兵,飞奔那个秘密据点而去。 这个时候呢,孙美珠带着他的二十多个赶死队员呢,也从北门呢,闯进寨子。 正拼命地向南门跑的时候呢,没想到这些官军呢,动作快了这么一步,进了商铺了。 七里咔嚓用那个枪托啊,就把那个枪眼给砸开了。 五支枪正好把这个鹿啊,封得死死的。 这个时候孙美珠并不知道啊,带着他的人拼着命往前跑的时候, 说这边啪啪枪响了。 第一排枪声过了以后,就看见孙美珠一头就栽在地上。 旁边的土匪都慌了,一看大当家的被打倒了。 这个时候呢,派的人到后边报告。 报告谁呢? 报告孙美珠,说大当家的出事。 孙美珠一听他哥哥受了伤了,顿时就急了,带着人呢,进行火速征援。 这个时候呢,守军的连长呢,他因为听到北街啊,枪声密集。 于是呢,立即又派了几个人,扛了子弹,火速前去征援。 就这样呢,七支步枪形成了一个交叉的火力网,把北门街道啊,给他封锁的死尸。 孙美珠带人赶到以后呢,虽然冲锋的很厉害,但是呢,只见土匪啊,一个一个往下倒。 实在是打不过去。 这时候呢,有些土匪就害怕了,往后退。 孙美珠一看就急着跺脚啊,逼得这些匪众啊,往上冲。 后边呢,又有七八十个人陆续赶到了。 由于呢,官兵的火力封锁太强了,无法前进一步。 这个时候呢,土匪的只能呢,往后退。 天呢,这个时候已经渐渐的亮了。 孙美珠就没想到,西级这个小小的这个地方啊,他们在这个沟里翻了船了。 这个时候呢,眼看呢,这攻打无望,大家都泄了气了,无心在战。 孙美珠也没有办法了,失声痛哭啊,边哭边着跟人家跑,跑回三中去了。 天亮以后啊,这些土匪啊,都跑了。 驻守西级的这些官兵呢,开始打扫战场。 这个连长啊,把孙美珠的脑袋啊,放进一个煤油桶里。 上面呢,撒成一层厚厚的盐。 亲自带着这个战利品啊,就去报工去了。 到了济南以后呢,都军田忠玉,马上下令,把这个土匪的手机啊,给他拍了照片。 悬挂在京埔铁路沿线各个火车的车站上,向老百姓进行宣传,震慑匪徒,以敬效尤啊。 该连连长呢,因为击毙了土匪有功嘛,田忠玉还奖励他大洋一千块。 匪首孙美珠被政府军打死,土匪的元气大伤。 但山寨不可一日无主,土匪们一致推举孙美珠的弟弟孙美瑶为首领。 孙美瑶决心一定要拿下西级据点为哥哥孙美珠报仇。 但政府军人多势众,孙美瑶的报仇计划还没有实施,他就遇到了更大的麻烦。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揭秘,临城劫车案第二集,官匪国议。 孙美瑶痛失亲哥哥,悲愤交加,他只有一个信念,我一定要报这个仇。 官军毕竟是人多势众啊,这个仇又怎么报呢? 在1923年的年初啊,孙美瑶呢,在林医这个地方啊,抢了一个大户。 这个大户人家呢,跟这个山东都军田忠玉他俩有亲戚关系。 他直接就告诉田忠玉哪儿了。 田忠玉一听就火了,这些土匪胆大妄为啊,于是呢就下令。 山东的第六旅,还有二十旅,统统就会给我剿匪。 各派了一个团,再加上县的警卫队,有五千多个人。 这一下,把暴毒雇呢,给他包围的水泄不通。 孙美瑶在暴毒雇上呢,有多少人呢? 只有一千多个人。 还有很多呢,是女眷家属。 除了加上公事以外啊,运粮啊,备水啊,严正以赖啊。 但是就没想到山下的官军呢,都扎上了帐篷,步步为营。 准备长期围困。 固顶的人比较多,围困的时间一长,水就成了大问题。 还有粮食也非常紧张了。 这个土匪事先是有约定的。 山上呢,左右各立了一个旗杆。 左边的旗杆呢,挂的是白灯笼。 右边的旗杆呢,挂的是红灯笼。 白灯笼代表水,红灯笼代表这个粮食。 如果这个粮食缺的情况下呢,挂的这个灯笼的数字多少啊, 就表示这个事情有多严重。 如果挂一个红灯,表示已经缺粮了。 如果两个红灯呢,那粮食已经不够吃一个星期了。 三个红灯挂上去啊,连三天都待不住了。 这个水同样是这种情况。 再说呢,这个官军呢,他围困的时间一长, 左边右边的两个旗杆同时升上了红白六个灯笼。 连连告急啊,孙美瑶为了打破这种僵局, 他的一个参谋处长啊,叫丁开发, 就告诉他,我们采取那个违约救赵那个办法。 怎么办呢? 就是你带着人呢,我们先打出去。 打出去以后呢,能够袭击这个官军的司令部。 把他司令部给他打了以后呢, 说不定能够呢,把这个打为旧山。 可以把这些官军呢,让他们撤走。 孙美瑶下山,就带着人,连夜袭击了司令部。 里边说,还真把官军打了个措手不及。 这一来,官军应该撤了吧? 非但没撤,官军的人数反而增加了。 增加了他们剿匪的决心, 必须把孙美瑶这帮人呢,给他通通消灭掉。 再说,孙美瑶啊,连续冲锋几次啊, 无济于事。 这样一来呢,土匪活动的区域越来越小, 生存日趋艰难。 孙美瑶一会儿十分清楚啊, 想和官军死拼, 力量悬术太大了。 就在孙美瑶愁得吃不下,睡不着的时候, 来了一位神秘人物要求见孙美瑶, 并扬言能够帮孙美瑶解围。 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? 在暴毒故被围得水泄不通, 官匪力量悬殊的情况下, 他会给处境险恶的孙美瑶知什么招呢? 这位高人是何方的神圣呢? 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培健。 他原来呢, 是段祺瑞训练的边防军的一个教官。 所谓的边防军呢, 就是原来这个段祺瑞这个政府呢, 想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, 以这个机会向日本贷款。 日本呢, 给他的武器, 给他的装备, 给他派的教官。 帮助段祺瑞呢, 训练了有三个师的部队。 后来呢,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, 你再叫个参战军就不好听了。 段祺瑞呢, 就干脆把这个部队呢, 换了个名, 参战军改成边防军了。 这个张培健, 就是边防军的一个教官。 他就没想到这个参战军呢, 在直晚战争中打了败仗, 军队被解散了。 教官自然,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。 就没想到这位张培健的教官, 就出现在孙美瑶的面前, 成为了孙美瑶的高参。 那三上的土匪呢, 都叫做杨参谋。 经过一番分析, 这个杨参谋认为呢, 要摆脱目前的困境, 必须要闯一个大祸。 没这个大祸, 你渡过不了难关。 闯什么大祸呢? 想来想去, 就在这个金埔铁路上打主意。 巴铁道, 解火车, 绑羊票。 甭管是中国人, 是羊人, 一律通通绑架。 这样的话呢, 使北洋政府和军阀政客, 打得个措手不及, 造成一个呢, 大的国际事变。 这个事呢, 如果闹得小呢, 最起码让北洋政府呢, 也丢丢人。 久被围困的孙美瑶处境艰险, 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 在当时, 也许孙美瑶能够冒险突围出去, 但他更顾及被困在暴徒库上, 众多的土匪家属, 缺粮少腔的他们, 根本无法突围。 所以, 杨参谋截火车的主意, 让孙美瑶怦然心动。 他认为, 截火车绑架外国人的计划, 虽然风险极大, 可一旦成功, 或许能逼迫北洋政府撤军, 暂解燃眉之急。 考虑再三, 孙美瑶决定放手一搏。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揭秘, 临城劫车案第二集, 官匪博弈。 说说容易啊, 可能你要具体的落实起来, 就比较困难了。 为了使这个截车能够顺利的进行, 这个杨参谋, 孙美瑶, 丁开发和刘玉斗这些人, 精心的策划, 做了如下的部署。 首先, 孙美瑶担任了这次截车的总指挥。 孙美松带领少数土匪, 配备了精良装备的武器, 坚守暴毒雇这个老曹。 丁开发这个人, 他武功非常好, 所以他挑选了一些身强体壮, 精通武术的这些人, 带着短枪进行劫撤。 还有呢, 有些该怎么拔铁道的拔铁道, 另外的一些土匪呢, 在周围来进行牵制这些官军。 这个计划呢, 布置得相当忠密。 在当时, 尽管土匪老巢暴毒雇, 已经被政府军包围, 但土匪们利用熟悉山区地形的优势, 借着夜幕的掩护, 他们还是成功地钻出了包围圈, 秘密潜伏在临城火车站附近的铁轨两侧, 准备动手。 经过侦查, 他们把这个劫车的地点, 选择在临城和沙沟车站之间, 时间呢, 就在1923年的5月6号, 劫的车次呢, 就是从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快车。 因此呢, 这才有了临城劫车大案的发生。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啊, 这个山东的沼庄这个地方, 成了各方啊, 谈判的一个中心点, 山上的土匪和官军派的人啊, 都在沼庄这个中心煤矿这个地方呢, 来进行这个谈判。 刚才说过了, 山上是缺水缺粮, 为了给被劫持到暴毒雾上的这些, 包括洋人, 提供这个物质供给啊, 上海的美国商会和红十字会, 组织了一个救援团, 到了早庄。 根据呢, 1923年5月10号申报的记载, 5月9号呢, 美国在上海的英文的大陆报, 有一个记者呢, 叫李斯白, 就到了这个早庄。 这个人呢, 曾经被这个孙美瑶啊, 在5月6号抓住过, 后来三个小时以后他自己跑了, 他这一次呢, 是主动要求回来, 为了报道这件事呢, 就是赶到了这个早庄。 他代表呢, 美国商会, 还有红十字会, 携带了大量的药品, 食物, 衣服等等日用品啊, 就是到了早庄以后呢, 跟这个土匪进行联系以后, 设法呢, 接济山上的洋人。 当时啊, 北洋政府专门开了一辆列车, 就停在早庄, 供呢, 谈判人员, 以及西方各国救援人员呢, 临时办公。 这个火车呢, 离这个报道库有多远呢? 有20公里的山路。 起初啊, 这个美国人, 他雇了17个劳动力, 每天往这个报道库啊, 运送生活的物品。 后来呢, 逐渐发展到有35个人。 孙美瑶接走了这么多众外旅客, 北洋政府感到非常棘手。 怎么办呢? 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, 派兵进脚, 怕危机外国人的生命安全, 再产生更大的国际纠纷。 如果你不打他吧, 又担心呢, 会助长土匪的气焰。 由于这件事呢, 震惊了中外了, 各方面呢, 都派人到了藻庄, 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呢, 跟这些土匪来进行接触。 林城劫车案震惊中外的轰动效应, 也是匪首孙美瑶史料不及的。 之前他面临被围剿歼灭的险境, 现在政府主动找他谈判, 局面一片大好。 孙美瑶看到, 他不仅达到了劫车解围的目的, 似乎还能借此大捞一笔。 孙美瑶或许认为, 当年他上山做土匪是被逼无奈, 他并不想一辈子做土匪。 所以他提出, 政府不仅要解除围剿, 还要将自己的土匪武装收编为一个旅, 并要任命他为该旅旅长。 由于北洋政府担心引发国际纠纷, 忌惮上百名人质的生命安全, 政府当局不得不考虑接受孙美瑶的这个要求, 但后来孙美瑶却变卦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 孙美瑶可以谈判的筹码就太多了, 所以就不断一次一次的要求, 一开始是要求改编成一个旅, 后来居然要求改编成两个旅, 而且旅的这些军饷都要十足的给, 这个北洋政府他就接受不了啊, 但是呢, 时间长了这个外国人的生命安全是受到威胁的, 有不少外国人写信啊, 下山告诉山下的人, 说他们患了重病了, 在这种情况下呢, 这件事就越闹越大, 面对如何解决临城劫车案, 北洋政府内部啊, 也产生了重大的分歧, 有人主张安抚, 答应土匪的条件, 有人的主张强攻, 这些土匪呢, 必须消灭不可, 在这种情况下, 大总统又如何抉择呢, 至于呢, 这个官军和土匪之间, 他们这个谈判能不能达成协议, 孙美瑶闯了这样的大祸, 他是否能够全身而退, 这些问题啊, 咱们明天接着再说, 感谢收看法律讲堂, 再见。 官匪之间经过谈判, 北洋政府答应任命孙美瑶为旅长, 但半年之后, 孙美瑶死予非命,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, 透过临城劫车案探寻幕后引擎, 有迹象显示, 是日本人促成了这起惊天大案的发生, 明天的节目里, 王小华将为您揭秘, 临城劫车案第三集, 结局, 内幕。 云联合, 请不吝点赞, 订阅,